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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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栽培木耳 采收时要采大留小 直径大约两一米的大木耳摘下来 而直径小约两一米的小木耳 则需要保留 等着它长大再摘 大众之户们通常都提前请好工人 连续包吃包住几个月 木耳隔几天长出来一茬 工人们就开始采摘 熟练的工人一天从早到晚 十二个小时能摘一千段 人工采收虽然简单 但现在这里中小型木耳养殖户 一般都有三万段以上的木耳 如果纯靠人工采收 人工费极高 那么有什么样的机械 可以帮助农户在采收时 采大留小 并保证采收的木耳完好无损呢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 眼见为实 此次配合我们进行实验的 是木耳采收机测试工程师 池庆凯 实验者认为 想要实现采收木耳时 采大留小的关键 就在于如何识别 什么是大木耳 什么是小木耳 人工采收时 靠的是人眼识别 利用经验来分辨木耳大小 那么如何实现用机械的方式 对木耳大小进行区分呢 通过观察实验者发现 人工采摘木耳 需要反复旋转木耳段 检查整个木耳段上 木耳的大小 发现大木耳 只需用手轻轻一扯 即可完成采摘 那么机械是否也可以通过 设定采集刀 与木耳段距离的方式 来识别大小木耳 以达到模拟人工采集呢 为此 它制作了一个 木耳滚筒采收装置 通过木耳顶部压料器 和周围的夹紧装置 将木耳段扶正固定 滚筒采集笼 运行到采集区时 木耳段进行自转 同时波浪型采集刀 上下运动 将成熟的木耳采下 机器通过设定木耳段 和采集刀之间的距离 能够保证直径2厘米以上 大木耳被采下 小于2厘米的木耳 保留在木耳段上 采集笼运行到下段区 采集笼下方圆盘打开 木耳段掉落到传送带上 那么这个利用木耳段 自转与采集刀作用的方式 能实现采大流小 保证收获的木耳 完好无损吗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 眼见为实 实验现场节目组 来到吉林省敦化市 新兴村进行模拟实验 新兴村昼夜温差大 是俊贷培植木耳的绝佳之地 村中90%的村民 都以种植木耳为生 木耳采收的效率 直接关乎 当地种植户的经济收益 我们选取本地养植户的木耳地 作为实验场地 测试时间为30分钟 测试通过木耳段 自转与采接刀作的方式 能否采收木耳 并且保证采收的木耳 尺寸达标 木耳品相完好 现场当地木耳农户 将对采收情况进行检查 一切准备就绪 实验人员启动机器 机器操作共需要三个人 一个人将木耳段捡起来 一个人负责把木耳段 放入采集笼中 而木耳段从下料处落下后 还需要一个人拾起木耳段摆好 通过查看采收后 木耳段上的木耳来看 效果还不错 那么采收后的木耳效果又如何呢 耐心等待 结果 马上揭晓 3 2 1 停 随着哨声吹响 实验结束 435 435 30分钟 木耳采收机 共采收435段木耳 随后通过统计 共摘木耳44千克 那么采收质量 能得到农户们的认可吗 打碎的态度 你看这碎牙子 哦 这些是碎了是吧 对对 你看这 都是极其打碎的 这是极其打碎的吗 极其打碎的 人工摘没有人 你看人工摘的 哦 人工摘没有这种小的碎的 你看 完整 完整啊 完整 在农户仔细检查后发现 虽然木耳断自转 与采集刀作用的收获结构 可以对大小木耳 进行分类采收 但采收后的木耳 破损情况严重 通过抽样计算 木耳的破损率 高达80%以上 那么木耳断自转 与采集刀作用的收获结构 为何会出现 破坏木耳的问题呢 原来问题出在采集刀上 波浪刀的刀刃太锋利 而采集龙旋转时的速度很快 刀刃很容易将木耳割破 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实验员必须找到一种 与高速旋转木耳接触时 不会割伤木耳的刀刃 这样才能更接近于 人手采摘木耳的方式 为此 实验员根据人工采摘的特点 找到了一种 类似梳子的环状刀齿结构 它没有刀刃 完全不会损伤木耳 那么这种结构 能保证采集的同时 不会打碎木耳吗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 眼见为实 为了验证环状刀齿结构 在实际收获作业中 其收获效果能否达到 传统人工收获的质量 我们再次来到吉林省敦化市 新兴村的木耳养殖基地 进行一次与人工采收的 对比实验 此次对比实验 对比对象分别是由 20名木耳采集师傅 组成人工房 和使用环状刀齿 采集结构的机器方 依然以30分钟为单位 我们将对比两种采收方式 在采收效率 和木耳破损率上的差别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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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声令下 实验正式开始 机器启动后 运行十分顺畅 采集笼增加到了三个以后 效率提升了很多 速度也非常快 木耳段进入采集笼后 五秒钟内就完成了采摘 而人工房这边 请来的都是有经验的快手 摘大刘小 动作非常麻利 计算下来 采摘一个木耳段 也就不到20秒的时间 20个人同时作业 效率确实惊人 人工房率先插上了第一面棋 机器队也奋起直追 很快也插上了第一面棋 这一次采用环状刀匙 采集结构的采收方式 很好地摘下大木耳 留下小木耳 怎么样 看着觉得 挺好的 挺好的是吗 机器比人工强多了 强多了 对 人工强多了 对 人工快是吗 那一样人多呀 20个人多啊 对 现在他速度是比那边快 看这样的啊 十高十前 十高应该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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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分钟过去了 人工方插上了四百个木耳段的红旗 没过多久 机器方也插上了第四面旗 两支队伍 你追我赶 比拼非常激烈 加油 明显下降了很多 还有几位大姐都坐不住了 站了起来 您平常干着活觉得辛苦不辛苦 怎么不辛苦啊 躺黑在院里呢 你不剪 它到时候下雨它就烂 你得紧得剪 紧得故意剪 天天都没上地剪 一天累的 一天累的 什么呢 这腿啊 都回家都山上不去 在这里 是哪儿疼啊 这脖盖啊 这脖盖疼的 往这这间都吃药呢 我看您这个 这裤子就是因为这样 常年这样坐着是吧 对的 这脖盖都滑木岩都疼 人工方还有很多人 因为嫌麻烦 懒得再挑选大木耳斋了 而是一口气 将木耳段上的木耳 全部扒拉下来 师傅 你过来看瞅半天了 你觉得这次这机器怎么样 我看比以前那个 都长多了 长多了 对对对 人工干一干 那时间长了 人就慢了 快有点累了是吧 对对对 很快人工方和机器方 先后插上了第七面棋 距离实验结束 也只剩下了最后五分钟 一台机器共摘木耳790段 人工队加油 加油 别跑了 时间到 停 停不停 停 实验结束 人工方和机器方 都对采摘完的木耳段 进行了清点 最后统计 30分钟内 一台机器共摘木耳790段 总计131千克 20个人共摘木耳810段 总计133.5千克 人工方采集量越多 那么双方的采收的质量 能得到木耳养殖户的肯定吗 现在人工这个机器比人工摘的好了 为啥呢 看那个机器摘的匀 人工摘的有碎的 你看有不少小的 你看机器剪的就匀了 都是大的 比较匀 对 你看哥哥就没有这小的 人工就着急了 想赢嘛 求速度了 对 要速度不要质量了 这种本来还能再发的是吧 对对还能长的 哦 它不是碎的 它不是弄碎的 它是把那小芽全给弄下来了 是吧 人工方最后将木耳不分大小 全摘了下来 而采用环状刀匙采集结构的采收方式 没有再出现打碎木耳的情况 所以从采收的木耳质量上 达到了人工采收方式的要求 通过实验 我们得知 采用木耳段自转和环状刀匙采集结构 能够有效完成木耳采收的工作 帮助众多木耳种植户 减轻劳动强度 在不破损木耳的条件下 完成采收工作 和木耳收获一样需要进行机械化作业的 还有油葵收获工作 油葵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引起生长期短 产量高 出油率高 营养丰富等特点 已经成为仅次于大豆的重要油料作物 随着油葵需求量的增加和种植面积的增大 人工收获油葵劳动强度大 效率低 成本高的弊端 严重制约着油葵产业的持续发展 收获是油葵生产中的关键环节 如果过早收获 子力水分多 不易住存 而过晚收获子力一掉落 造成损失 所以如何在收获季高效采收油葵至关重要 油葵机械化技术已成为影响油葵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 究竟有什么样的机械可以帮助农户提高油葵的收获效率 并且在保证脱进率的情况下 完成收获油葵的工作呢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眼见为实 此次配合我们进行实验的 是油葵收获机测试工程师周国辉 油葵子力收获工作 是整个油葵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脱进率的高低 直接决定油葵子的收成 实验员通过观察发现 油葵脱力过程中的脱进率 主要和冲击力有关 是油葵子与刚性部件冲击作用的结果 因此 想要找出最佳的脱力方法 需要对油葵进行不同实力状态下的冲击试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实验员首先使用打击原理 运转油葵盘的同时 利用滚筒上的锯齿打击油葵盘 使油葵盘产生的震动和惯性力 破坏子力与油葵盘的连接 然后油葵盘和油葵子力一起进入轻选筛 子力进入粮仓 葵花盘散落在地里 从而完成整个油葵的收获工作 那么是用锯齿滚筒分离子力的方式 能提高油葵收获的收进率 提高收获效率吗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眼见为实 实验现场节目组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 油葵种植基地进行实地模拟实验 我们以200米作为收获路径 验证使用锯齿滚筒挤压的方式收获油葵 现场当地农户将对收获情况进行检查 上场 走 放手 走 机器启动 实验正式开始 实验员和农户跟着机器一起往前走 仔细检查着机器的工作状态 机器收获的速度飞快 不一会儿就收获了一大片油葵 然而就在这时 农户明显有些不高兴了 着急地喊着机器停下来 终止实验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杂形啊 你看看 是 这边我看都没有割掉 而且都倒在地上了 这个东西怎么脱离不干净啊 不能用这个东西 辛辛苦苦种这几个月都像这满了 不用了 我这个还得用刃剂 你知道吧 我用刃剂还得花钱 你说这个我算是多大 七八十米 你看看 扔多少 大割也不割了 机器也就运行了七八十米 就被农户叫停了 农户在检查时发现 每个脱离后的油葵盘上 还存在50%至80%以上面积的子粒 没有完全脱离的情况 经过观察 实验员发现 锯齿滚筒结构之所以不能对油葵子粒 进行收获 主要原因是锯齿滚筒采用开放式的结构 这个结构镂空直径将近30厘米 与葵花盘直径相当 极易造成在旋转挤压过程中 将葵花盘卷入镂空中心 减少油葵盘和脱离锯齿的接触时间和面积 最终导致收获率的降低 那么如果将开放式滚筒 改为闭合式滚筒 增加碾压原理 使脱离元件对油葵盘进行挤压 在挤压过程中 使得子粒和油葵盘之间 产生横向的相对位移 这样能改善油葵脱离效果吗 实验员准备了30颗油葵 对机器收获效果进行检验 实验员们将油葵一颗颗放入收获割台上 10分钟后 30颗油葵全部收获完成 实验员将油葵盘全部倒出来 检验壁盒滚筒脱离的效果如何 我觉得非常好 比任务脱离率要干净 你看包括中间那个小壁紫也都脱下来了 你随便拿都是这样的 通过实验 我们发现 闭合滚筒结构 有效解决了油葵脱离的收获率低的问题 那么闭合滚筒结构在实际收获工作中 能发到传统人工的采收效率和收进率吗 实验升级 我们继续在石家庄市油葵种植基地 进行对比实验 此次实验使用闭合滚筒结构的一名操机员和15名手工收获师傅 各完成600平方米的油葵收获 我们将对比两种收获方式在收获速度和收进率上的差别 开始 实验开始 双方立刻进入状态 机器组启动机器 调整好角度 准备下地 而任公组拿着镰刀就开始干起来了 经验丰富的他们手起刀落 切割油葵盘的速度飞快 咱这个人怎么占了三排是占不开吗 我们人都占不开 我们这分的是三排 格外的往前弄 这个速度快一点 远卡任公组已经割了不少油葵了 机器这边才刚刚下地 机器组虽然一开始就有些落后 但机器本身即切割脱力一体化 割完600平方米就相当于完成了实验 相比人工有着先天的优势 面对机器的强势挑战 人工组丝毫不敢懈怠 一刻不停歇 切割下来的油葵盘 很快就送去脱力机进行脱力 大家有条不紊 默契配合 师傅 咱这个进度怎么样了 进度还行 还行 这在干着呢 这也不停 不能停啊 今天得把它们比过呀 就把它们比过 但是我看您这个脱出来的都没有脱干净 一会儿得再脱一遍 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浪费时间了 那是肯定 肯定是浪费时间了 机器组这边也不甘示弱 只见它动力全开 油葵盘一个个听话地进入割台 丝毫没有堵塞的现象 怎么样 第一效果挺好 第二你看可爱这么多 已经把人工得超过了 我看是已经超过人工不少了 已经超过它了 机器运转顺利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很快就和人工拉开了距离 反观人工组不但没有加快速度 反而有人歇了起来 师傅 咱这怎么这刚干了没一会儿 这怎么就歇上了 也受不了了 一点也受不了了 这你前有热 咬疼腿酸 哎呀 这支不去腰来来到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歇一下就开始干了 这个天气太热 人类的实在是干不了 天气不热怕中树 那平常咱人工自己收割的时候 也是就是干一会儿 干你得歇一会儿 得歇会儿 这个人工机器没有发比 人工师傅们在炎炎烈日工作时 都是工作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今天为了对比实验 从宣布实验开始 就一直在收割 这样怪不得老师傅们都累得休息起来 而机器这边就轻松多了 机器可以不停地工作 这不已经开始第二行的采收了 这一趟已经倒头了 马上掉头 马上就掉头了 机器组马上就要收割完毕 而人工组不仅在收割速度上 没有机器块 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进行脱力 看来收获效率上是很难超越机器了 那这样咱先让人工那边停下来好不好 行 怀师傅 咱人工这边停下来吧 人家机器那边都做完了 最终机器率先完成了收获实验 而人工组只完成了300平方米的收割 脱力也没有完成 在收获速度上落后机器很多 那闭合滚筒结构的脱力效果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吗 我们找到一块空地 让实验员把收获的油葵籽和油葵盘都倒了出来 把这个葵花籽已经倒出来了 还师傅您先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达到标准的 对 就这样达到标准就可以了 咱再看看它那个葵花盘的脱力效果怎么样 就做成这个效果能脱力的这样都可以 外菜都可以了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闭合滚筒结构 能够有效完成油葵的收获工作 在收获效率和收净率上均达到人工要求 帮助众多油葵种植户 减轻劳动强度增加了采收产量